大家好我是Peter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NFT的美跟着Peter一起赚 今天跟大家分析两个项目 这两个项目我觉得是市场上大的项目 比如Divisible Friend 比如未来几天还有几个很大的项目之外 中间这个小空档 说几个很有趣的项目 会人家跑出来 那这边最有趣的项目跟大家分享 我们马上开始吧 第一个还请大家来到我的推特 大家知道推特这边有不错的东西 可以来follow好不好 我们还是一样 这边买白名单 大家赶快来这边推 然后可以抽 我这个项目蛮不错的 我跟这项目方谈过 那我觉得他们人是非常好人 那另外我们刚才也发了 这个WordPal WonderPal的实况的分析 给大家看 小黄鸭再过两天吧 要命大家不要错过 那另外所有来到YouTube的话 这边都是个人意见 不是才会分析 我不是才建议我也不是才会分析 大家做好自己也就好吧 这是重要的 那另外我们再加入Discord抽办名单 抽办名单活动 2月28号中午12点 那今天是2月27号下午3点35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请关注这个Rocket NFT抽奖 关注我的YouTube 打开小铃铛点赞 加入Discord 然后还有推特 然后这边留今天NFT了没 那跟大家讲重点 这次抽奖是我会在YouTube抽 Discord抽 然后推特也抽 我三个地方都会让大家抽 我让大家多一点机会 不然之前有些朋友说 我Discord里面的朋友都没有抽奖的机会 那我希望Discord YouTube跟推特三个地方都办三次 好吧 那大家赶快发了 我觉得蛮不错的 这一个讲的家务叫做 Wallers Wallers我们同样推的是1月17号 他推的其实出来的时候蛮妙的 你看这批 这批是什么 这其实是披着羊皮的狼 你看懂了吗 你看懂这个项目是什么吗 这懂项目这是干嘛 这项目是披着羊皮的狼项目 然后开始有一些艺术品出现 很妙 蛮多艺术品给大家看 那大家一直问说 什么时候要命呢 什么时候要有 甚至大家都知道 因为他是Steel Mint Steel Mint就是他没有干白名单的 他也没有任何其他东西 他这个是一个没有rollment 然后没有项目方 然后也没有B什么都没有的 他们就是说 如果你命的这个东西 这就是一个R piece 这就是一张P 就是一张JPEG 讲清楚了 我就是JPEG 看你们大家要不要 如果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因为第一时间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吧 I just finished Generated Mint collection 你看他们这个Funding Team的时候 在2月22号的时候讲说 嘿我这样把这个东西命出来 说first few things 必须要考虑一下大家 大家要命呢 还是不要命呢 这大家自己想办法 那我们都知道 像这样子Steel Mint的状况呢 一般人基本上是抢不到的 你别想了 那是不可能的 他们就开玩笑说 这就是科学家的战场 看大家谁的algorithm 谁后面的这个Flashbox 写的比较好 甚至谁优化他们的合约之外 那他们本身的气费调整 各方面有办法第一时间 让矿工去拿到他们这个 这个他们这个单 甚至他们从时间 在同一个block里面 甚至就已经命完了 所以其实比转型 都是速度 那甚至说 第一个 他们讲说 他们 yes 他们要opernimize the mining for the mining v4 mobile 甚至说 他们想要让这个有办法 让contract有办法 在手机上面 那其实 this is a solid community 然后 I'm launching from NYC and our friendly 他们其实是传队在纽约 然后他们desire still approach 他就直接still launch 不管了 什么都没有 就直接时间到 然后就命给大家命 那很妙的是 他那时候时间到 所以要命 开命之前呢 他还先 好多人 在这个链上 我们都叫科学家 如果科学家一般 的科学家知道 有很棒的 project要still命的时候 会怎么样 那他们就会有bought 在在链上 一直扫一直扫 就一直scan 看链上是哪里有新的 合约 上线 deploy 那他们就直接去合约里面看 那这个时候 很多就是很搞笑的 有一些另外的 反科学家的科学家 就会deploy一些假的contract 上去让大军命 结果他们的项目就告诉你说 你们不要乱命啊 我们还没 还没开始 但是不要乱命 do not mean any of the random contract boating on the e 因为他从22号到25号中间 好多好多人 就好多好多的反科学家的 科学家就用假的contract上来 到那个以太坊上 链上 结果他们的方定 Tim就说 你们不要乱命 不要乱命 我还没还没还没 ok mean not live 还没有开始 26号mean not live 然后直到说mean is live ok mean is alive 26号 mean is alive 26号 你进来对不起 如果你是正常人 点进来就像我一样 点进来其实你东西已经没有了 因为他们的contract上线 其实他们放上了两个contract 这个也是被人家被人家骂到半天呢 他们上第一个contract之后 其实是一个假的contract 让所有的 让所有的这些科学家 通通去命第一个contract 但第一个contract 他们只不过是一个测试而已啊 如果你去看第一个contract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项目方的一个 一个小巧思啊 让大家不要那么这么赶的第一时间冲进去 那我觉得这也是蛮妙的 第一次有这样的steal meet 然后是大家抢破头 你看他的艺术蛮妙的就是一个狼嘛 你看他们就是一个PFP project no road map nothing 就是你自己拥有 就是一个roll map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币啊 什么团队啊 什么东西都没有的 你看他们的网站 就是也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但是可以卖0.52 你看他一出来 其实最高在1.2 昨天跟前天 我们在discord里面有朋友问我 这个项目可不可以去买 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什么 千万不要碰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能赚到的钱 这个已经超出我 至少是超出我个人 在我之前开出来0.69 刚才我又开出来 又回档了0.5 那如果你来到他的这个contract看呢 他其实他们的funding team 自己赚了650个亿 就是1000到1800万美金 像这样子项目 其实有几个团队人赚到钱呢 第一个当然项目方赚到钱 不管是城市或者是artist 第二所有的科学家 这些科学家他们有flashblood 他没有办法掌握线链上的 不管是区块链的知识 或者是链上程序的知识 他没有办法赚到钱呢 第三个是第一时间加入草卖的人呢 那像我们这样的 我像我 我觉得这个已经超出我赚钱的范围了 如果你叫我进去追 我完全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情 我能做了顶多只是在线上的 链上的这些活动跟在筹码面做一些分析 那我现在就分析给跟大家分析看看 那我们来到campus的话 你看到campus从应该是两天前吧 他两天前他是要命出来的时候 第一时间他其实 价格 你看他第一时间价格是从0.86 89 那最高大概是2.2亿的 那我们现在是filter 这中间一直盘盘盘盘在0.9左右 然后他开箱了 应该是今天早上开箱吧 今天早上开图之后 当然稀有的往上涨 那比较不稀有的往下跌吗 那看稀有的往上涨 可以涨到什么程度 那我觉得 这边稀有的站是涨到2亿的以上 我们看一下最近的稀有的往上涨 可以涨到什么程度 2亿的以上 那如果你看到listing的价格 listing价格在地板蛮薄的 0.5几 我觉得0.6 在因为开箱开出来之后 大家开图开出来之后 大家开始把比较不稀有拿出来 卖那稀有的就放在口袋里嘛 那你看这个一直要到0.8 甚至要到0.9 才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量 所以我觉得很有机会 直接就可以上到0.8左右啊 那他其实一个是一个steal launch 我们看一下他这个steal launch 他steal launch是0.13而已 价格其实很便宜啊 不是很便宜 就是跟现在比起来 如果你是刻意要进去min 基本上都是赚5倍啊 因为你看他现在的地板 他现在地板如果listing地板应该0.5而已啊 所以你又有赚4倍的机会啊 你看4.32 对 基本上赚4倍 而是开玩箱的低点哦 赚4倍 你不要讲说如果你min到rare的话 那这样赚更多吗 那我们看到holder比例 我觉得holder是很有趣的啊 你看这个就是科学家 这个箱100 100多个80几个40几个 这全部都是科学家min来的 科学家一min来之后 7天之内min了这么多 第一时间干嘛 一开箱就开始出货嘛 你看出货同时也有其他人进场 你看tropi 出货同时也有其他人进场啊 那这个就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项目是有人在接盘啊 如果我们看到很妙 如果我们来到这边 你看这个下个蓝筹的比例 下个蓝筹比例既然是44% 什么东西都没有下个蓝筹比例44% 3lenders holder 800 然后crypto toss crypto toss应该不算是蓝筹啊 但这边有500多个 但是你看这些大的哦 比如说Noodle Noodle Doodle这个200多而已啊 然后Mudon200多而已啊 CloneX200多而已 虽然蛮大的比例是这些大蓝筹的里面人 也有人hold这个 但我觉得这个比例有点 有点不太 我不知道这个后面的意义啊 因为所有的owner 2000多owner own了5000多个2000多个人own 那bluetripowner 因为他项目小啊 所以他本身这个own的人就少 那你有own不用去的人相对比起来的话 那当然这个相对高吗 我将明白这个意思了 那当然我也看一下80% 明明的80个3636这些人是谁 这叫Andy Andy AIO 我这个就是明了80个人呢 他住在纽约 这应该就是一个investor 他没有很多人follow他 那你看这个shuby shuby他这个也是明了好几十个 他这个应该是3lander大佬 你看他一堆3lander 这个大佬一堆3lander啊 他3lander命的多少只 甚至还有这个最rare的3lander都有啊 所以这个是3lander大佬 那甚至 Solem Solem Solem.Eat 那这个应该就是Cookat里面 Cookat出来了 你看Cookat他这里面有什么 他有一些不同的NFT 你看这看起来蛮有趣的哦 REC Network 这个很有趣的这个回头来看一下 然后Move 这看啊这个就知道这些是 Nia Tokyo Identity 里面City 哦可以当成Nia Tokyo City的不容易啊 那他这他这边也 跟一些项目都有做一些合作 那另外这个的Koutao 这Capital 那Reddit.Eat 蛮不错的 这个第二个项目要跟他讲叫做Dangentons Dangentons 那这个项目也是这两天忽然间跑出来的 那在我们 呃配我们在我们Discord里面前两天 其实我跟大家阿爸的地方讲了 就是那时候我记得是0.4 叫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项目叫Dangentons 结果现在已经0.88了 对前两天跟大家讲的时候0.5 0.4这边 那我觉得这个项目蛮有趣的是什么 我等一下跟大家分析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项目很有潜力啊 你看一下他的价格 就是这两天啊之前大概是0.08不到0.1 0.1个亿左右 忽然之间在这两天之内忽然间往上拉 为什么 他后面有几个名人开始吃他的货啊 我觉得就是因为名人吃货所以 在这个项目本身你看23号的时候这个才0.08而已啊 这其实没有什么受到关注的 如果你看他的看他的这个OpenSea更简单 他是2月15号出来 0.13甚至0.06 2月18号甚至点到0.06 0.07 那到2月22号开始才0.12 他其实价格站的比较稳 到0.1以上是2月22 那现在2月27五天之内 他现在已经到一个1涨了5倍啊 那大家如果你看一下这个价格 就从0.052月23开始一直往上拉 到现在那是0.8 那你看这listing的部分 他现在是 Floor这边讲0.36应该不是 应该是0.8级啊 他现在Floor应该是0.8级啊 对啊这边0.88的Floor 那先不管他这边显示 但如果你看他list的部分 0.99 0.12 这过去一分钟list 蛮多人list的 0.1级 他的地板其实很薄啊 0.8级的很少啊 你看就很少啊 0.8级很少马上就上一个Eth 哎这个项目马上就上一个Eth 如果你来看看Mean的部分 0.085 0.085到一个Eth涨了12倍 才几天而已 这边另外一个时间 No token minted 23号 我觉得应该是23号 这边有一个public mint 全部都mint完之后 那整个价格就往上拉 你看这边有人mint的 就是120几个 那我来看tokenholder比例好了 tokenholder比例 单一single 62% 然后是似乎千两百多个wallet 后他其实8888个4200个hold 所以他跟holder比例不到50% 百分之四十几而已 但他singlehold的62% 其实有时候你要看这个holder比例的wallet比例 比较重要啊 因为你8888个 其实不到50% 50%的话4144个吧 他RAW TV蛮贵的 8.5 那你看他holder比例这边有90 60 60 60 那另外我们来看他本身 我蓝筹比例 这个蓝筹比例还好 才是19个percent而已 你看他这个muten 但是你看到他是muten a job club 400多 3lander300多 doodle300 clonex200 boardapps boardapps191 azuki200左右 kukak180 200 invisible friend 280 所以到后面还是有一些 蓝筹的项目的人来帮忙后 那稍微看一下他们的holder的比例之外 刚才我们要看什么 viewholder report holder report你看这边有一个steve oic oic steve oic 就是很有名的一个 音乐人 然后也是dj 然后他讲出 他在10年之内做的音乐赚板 所以还不止他一年 超然的d赚了 你看cryptologist 这些都是一些有名的 你看steve oic 他这边后了多少只 这个steve oic 后了14只 也算是主力 你看steve oic也算是主力 他这个很有名的一个dj 那他也hold了doodle里面最稀有的 doodle之一 很有名的一个艺人 现在820万follower 你是看cryptologist 那他是主要之后 这个最稀有的 那这个kidz 这个应该也是后二三十只哦 richard within 哇这个是bore app 你看他其实是一个bore app meta hero 那后面大家很多后面都是这个 就是夏日晚风呢 那还有这个cookie cocky gentles 你看gentles gentles后面其实他本身是有两个founder 一个设计师 一个developer 所以他们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团队 那我觉得这个项目之前出来的时候 第一时间没有让大家关注 那后来上市场之后 大家就觉得很不错 大家可以多多了解好吗 刚才跟大家讲两个项目 那我觉得这两个项目都蛮有趣的 那第一个项目是这个steel launch 那就是大部分都是科学家的战场 那第一个项目就是蛮多名人 就hold他们 那我觉得这样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些产品在市场上 你觉得我的视频带给价值的话 请关注我的twitter加入discord 好不好 那还有youtube一定要 订阅 然后点赞 打开小铃铛 好不好 订阅打开小铃铛 点赞 反正点亮点坏 点报点报点亮点坏 好 谢谢大家 Cheers 拜拜